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哦 好 那我们就来上课咯 好的 OK 好 那三堂课呢 我们学到这一个物件导向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了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从这个三堂课简续下去 把这个所谓的物件导向的三大概念 封装继承跟多型的给说明一下 所以第二张讲就是继承跟多型的方式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去看什么叫静态的属性跟方法 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所谓的Java的进入点 大概叫Public Static Void Main 那个Static呢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用Static 那今天我们把它讲解一下 再看这个叫继承 然后叫Override的写法 以及这个所Protected的修饰字 以及多型的使用 所以今天第九章它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了 然后就延续这个所谓的物件导向的一些概念 下去 好 那我们去往下看 好 Static 静态的意思 那这静态的修饰字呢 你可以应用在你的这个属性跟方法 就是变数跟函式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Java是从类别开始的嘛 对吧 所以Static会在我们的应用里面 可以用在这一个属性跟方法之上 因为像是修饰字那个所谓的 比如说存取修饰字很像 它可以用这一个Static呢 修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形态 那如果你今天假设 使用在这一个两个方法 第一个使用在属性之上的话呢 先接存取修饰字 就是什么Public啦 Provite啦 所谓Hopin什么Default啦 那种方式的话 先接这个修饰字 修完B之后再接Static 如果有的话 所以Static不是一定要有 那有的话请你把它接下去 OK那再来什么 接形态 比如INT啦 然后接一个属性的名称 又像是在宣告一个变数 但是它是属于Static的修饰 那使用在方法之上呢 就跟使用在属性是一样的 也不一定要有Static 假设有的话呢 就请你把它接下来Static 然后接回传的形态 如果这一个函式或方法 有回传值的话呢 接回传形态 总的来说呢 Static是不一定是要去做 这个修饰字的 就如同这个修饰字一样 你不一定要写 不许就是default 就配个局的意思吗 那你写Static一样 你不一定要写 写的话就变静态的 那什么是静态呢 静态就是呢 总的来说 静态就是唯一的意思 就是它是属于 你开始宣告类别的时候 它就存在基体上面去了 这么称为叫做 类别的属性 跟类别的方法 如果你在类别里面呢 宣告这一个Static 属性上就会 宣告Static 它是类别的属性 如果你在这一个 所谓的类别里面呢 把方法宣告Static 就是类别的方法 而且所有类别公用 正常说Static 是唯一的意思 在类别里面 它是唯一 只为止的是 它在记忆体只有一份 不因为说 你产生了十个 这一个物件 比如说十个 上台的物件TV嘛 十个电视呢 它就在十份记忆体 不会 它占有一份而已 所以所有类别 是共用这一个 所谓静态的属性或方法 那怎么取用它呢 要透过类别的名称 继续使用 就是你要记得 透过类别的名称点 进去 而不是透过物件的名称点 虽然物件名称点也可以 但一般来说 我们使用方法 以类别名称为主 好 讲那么多 可能一头雾水 没关系 我们看怎么去做 这东西 我们去往下看 一般来说 如果今天假设 我们是在上一堂课 在做这个TV产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产生很多很多电视 那产生电视那么多 那说 那到底才能几台电视呢 你怎么去做 这个很快的计算 比如说上一堂课 我们后面产生 看一下 老师找一下 我们应该是看 这个只有一台而已 这里 好 这边有三台 我多个几台一下 还有一个只 就这样 故意写的不一样的名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输出 简单使用它一下 还有一个TV form 还有一个TV 10 TV 10 但是变数名字而已 不是按照这个需要出现的 好 那我们记得会有建构室 对吧 有两个建构室 一个来自空的建构室 一个来自好像有Brandon 是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TV点过去看一下 有这个Channel 跟这个Valient Level的 这个是可以去做 比较多载建构室 就来个试图 如同这个 我们产生的这部分来看 总共有一台 两台 三台 四台 五台 那OK 这个一目了然 总共五台电视 但是这个TV 但是这个TV 最实力上 我们在机体占几分呢 都应该知道 就占十分 因为是怒 在我们的这个HIP区 是没有这台电视的 那在那个Stark是有的 上面这项机体 就是没有去做产生的意思 没有东方 六关键就不会产生 OK 那我们试试看 看是蛮不错 好 那其实后面那两台 基本上没做什么 就是输出而已 我们来说呢 在输出端呢 你看一下有个台路哦 有两台正确的 所以应该就是 总共有五台电视 但是有一台是没有 没有产生实体 所以只有四台 是在机体之上的 好 那这是还比较快 就是看到一二三四 那进去这一台 OK 四台 如果更多台的时候 怎么办 如果它是一个正面 如果它是一个 后面要学习到一个容器形态 可能这个物件的 这个数量啊 你就很难透过这种方式 用看的方式呢 去做技术 而且不可以用看的嘛 程式就是用程式 去做解析才对 基于这原理呢 我希望呢 在我们这个TV这个类里面呢 产生一个静态的属性 专门记录呢 这个对应的这一个 所谓的质的 产生质的部分 可能说那怎么办 是静态属性 我不能够透过这样方式呢 比如说可以这样 安替 控制一下 那我假设 我以这个属性好了 这个是当做这个记录 比如说记录这一个 电视产生的时候的技术 比如说每产生一台 我就要记一次 OK 那看到怎么写 那你发现在我们 这个两个建构式里面 所谓建构式就是 产生实体的时候 一定会呼叫的方法吗 不管你呼叫是空 建构式还是 这种所谓多载的建构式 OK 你会选择一个 要么空 要么多载 那还有我们这个多载的 也有呼叫这个空的建构式 我发现历史只是它 所以如果这样讲 我把这个counter 强制放在这里来 不加加 所以像是呢 我希望在产生 一台电视制的时候 就把这个对应的counter 能做加热动作 又像是做这个累计的过程 那因为我们这个counter 是provide 所以就是把它先写点赞也好了 先把它写得公开 换来一块就是呢 只要知道我有这个属性存在 你可以任意变更我的属性的值 那可以我们测试 倒是还好 好 那技术原理呢 我想说 只要进来一个 就增加一个counter 一个增加三个 那基本上如果四台的话 这counter会加多少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最后counter的值是多少 在这边 OK 12345嘛 对吧 好 那我们同意的写在这里来 我们总共有 有这么多台电视 总共舞台 TV1 V2 TV3 但老师没有去复载 它的那个所谓说明 所以目前处处都是记忆体位置 所以是有12345舞台 我想知道它最后的counter 所以我想说 先看最后台counter会长怎么样 TV10 因为我说一定那个主题就是 public的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一个物件 点取得这个counter 当然假设你是用package形态也可以 因为在同一个package 是可以任意取用它的 那也无所谓 对 那我希望看到counter是 1234 剪掉这一台 这台是没有产生嘛 对吧 我给你泡好看 会不会如果我们总想的一样呢 好 我们注意看 那就是不会跟我们想的一样 而且121 那再说诺 OK那我再看其他台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泡好看其他台的部分 这个好 多看几台 这个干嘛 在做那个 电视的技术 然后想透过在这个类别里面产生counter 这一个主性的去记住这个值 跟那么大陆的要求 好 TV3就有个警告 好 那我们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发现错误了 因为TV3就是没有去new它 所以它出现了这个交换lanel point section 因为你说TV3呢 它没有去产生实体 没有透过六根电子 所以不可以透过TV3点 取得任何的属性方法 因为它没有产生实体 所以这个不对 所以要把它给阻解掉 除非你把它弄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呢 TV3是没有产生实体的哦 不占集体 还是一台 OK那就不对了 我们的理念是说呢 我希望它能够在我们的目前 产生几台之后 比如说1234减去 5台减去 一台变4台 可能应该是4台 对 这个数字 而不是11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一张方式去记录 这一个在类别里面 产生一个公开的 这个对应的属性 想去记录这一个所谓的 产生实体的这个技术 位置正确了 但是呢 你发现你宣告这个 所谓的形态的不正确 因为在所谓的属性区 宣告了非static的变数 都是属于类别 自己独立的 比如说这个counter 然后是每一个类别里面物件 独立的 自己技术 自己算自己的 其他的整个类呢 根本不知道这个counter的存在 就自己知道自己的存在而已 我不知道TV1 不会知道TV2 有counter在 都不会知道 因为这原理 所以你发现说 这counter基本上 用意正确 但是没办法真的去累计 累计使得是 产生几个的意思 累计技术 是没办法的 只能算自己的 有些像是自己的channel 自己的run level 自己的on 自己的brand 不属于自己本身物件的属性 而不是公用的 那基于这个原理呢 我想把它变成公用的了 大家公用这个counter 而不是呢 你加一个 我加一个 各自独立 这时候 加static就很重要了 这时候去加static 这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原本各自 属于自己本身的counter 接下来static就变成什么 类别唯一了 你记得 如果在类别里面 叫类别唯一 唯一 刚好加了这个属性 就是类别唯一的属性 因为是属性 不是方法 方法也可以 方法就只能是韩式的意思 那刚刚这个counter呢 原本只能做自己的累计技术了 现在这个counter呢 会变什么样的状态呢 只加static高 我们注意看 后来这个tb电话2 这边 它警告你 其实这种所谓是警告 你看到这种所谓的 不是红色的 就警告 就是还是可以跑 可能会有错 但是呢 不是一个不可能变异的状态 所以我们好好看 它是警告你 你过去看自己的 OK 好 它做static的这个 fuel tv the counter should be a set in a static way 就是要 静态的这个属性 其实用静态的方法 去取得它 OK 那什么意思 等待在看 我先跑我看 会答到我们的要求 诶 诶 注意看 你发现它变是了 从原本的EE呢 变成是了 还记得吗 刚刚是EE 好 EVOL 一小时了 好 这EE 从原本的各自 属于各自类别里面的属性 透过加了static 这个修饰之后呢 它变成类别唯一了 换句话说 不管你产生几个 所谓的tp 在记忆体只会有一份 static的counter 做记录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 这样辨识的 好 那同学知道 为什么辨识呢 有谁知道的 为什么不是5 1 2 3 4 5 不是5台 而是4台 同学可以跟老师讲明吧 为什么是 4台不是5台呢 对 3没有 正确 因为3 3是没有去产生实体 对我们来讲呢 你没有产生实体 它就不会回来 建构式里面去 建构式 建构式 它没有去拥它的话 没有透露关键字产生 不管你呼叫的是 多载的还是空的 都进建构式 那么多载的建构式 刚好又呼叫 这个空建构式 OK 导致呢 你看的 这里有做累计的动作 假设你说 那我没有呼叫 它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就不会技术 同学的 如果以这种理论来看的话呢 如果你用 你用多载方的呼叫 这个所谓的 有台参数建构式 它没有去呼叫 空建构式 这个技术功能就不会启动 OK 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 我就会试一下 那我怎么这样讲 因为只有一台 就透过这个多载的方式 去呼叫这个 有参数建构式 所以原本是变式 那之后乱会变多少呢 看一下 可能变三 那就不对了 对我们来讲 今天假设你是一个流水线 专门在产正电视的 那我需要 透过电视自由的标签 一台两台 三台四台五台 到最后整个出货之后 那个次数是正确的 包含 有所谓的这个特殊 就是一开始就预设好 这个所谓台数 跟声音量 音量的这个电视 也要记录进去 所以对我们来说 在这个TV的所谓的 在建构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如果我们的Counter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 多载建构式 一般来说 会去呼叫空建构式 虽然不是必须 但请你这样说 避免说有一些参数 参数的预设 因为都属性的预设 你没有设定好 所以一般会设定成说 在空建构式去初始化 一些必须的 一些属性的值 比如说这个频道 声音 brand 还有这个很重要的 Counter 加价 OK 所以一般会降呼叫 你不降呼叫 一定会漏失掉一些细节 所以在我们的多载建构式 不管有几个 你可能三四个多载 都无所谓 请你记得第一行 就叫这个 确保了每一次 都可以正确的 从这空建构式 去把这个词 属性给初始化 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好 同一家赵老师的意思 所以这不写是可以过 但是会忽略 这个所谓初始化的过程 同学那我这样 扣线还这样放这里 当然可以 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做 多写了 因为这个神是马 刚好这个你充 就有了 所以你不要这样做 就直接空了 进攻式就好 像是贵姐姐的写法 好 回到刚刚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原本这个Counter 从单独独立的Counter 变成一个大家共用的Counter 这个是很好用的一个机制 换句话说 你在TV里面 宣告一个所谓的Static 在整个这一个TV的 这个所谓的类别里面 只会有一个 也不会因为 所谓的物件产生了100个 1000个 就1000个Counter 但是你 等同于这个属性不一样 假设你属性是 不是Static 你生产一台电视 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 这一个所谓的频道 自己的声音 自己的开关 自己的品牌 这正确的 因为每一个物件的形成 应该是自己属于自己独立本身 拥有自己的属性 才能做一些交互运用 大家都一样的话 就不用宣告成类别了 你就用一个变数宣告就行了 所以自己最原理的 大部分的属性 还是属于自己独有的 不管是用Proviter Public都一样 但一定会有些属性 或是方法 或是Static 如果有的话 像这个就很好 为什么 我知道这个Static的特性 它是类别博弈 所以我在宣告的时候 请你不要把这Static拿掉 变成大家独立了 它就违反我的初衷了 我希望它是类别唯一的 请你加Static 所以你要记住 就很方便 这样的话 你发现 你在做的时候 就不会错 你不用自己算了 只要你输出 这一个点Counter就行 好 这同学是对的 同学到这边可以理解 是Counter的意义吗 Hello同学们 可以理解吗 会不会一早就 这么的刺激 这样 可以了 这个很重要 好 OK 那回来看 有什么警告 第一个 控的不需要多次输出 既然是类别唯一的话 我随便找个就好了 我干嘛输出两次 对吧 我就把这个TPS杠掉 不需要了 既然是类别唯一 我输出两次 根本是没有意义 有一个就行了 好 这一定会过 因为两个过 一个也是过 过 好 OK 警告来了 所以你这个方法 还是写的不好 为什么 既然是类别唯一 请你呢 不要透过物件点 取得这一个静态的属性 或方法 记得哦 虽然没有错 虽然你这样子也会过 但他会觉得 这不是一个好写法 因为既然是类别唯一的话 你就不应该 灌有某一个特定的物件 去取得这个类别唯一的属性 或者方法 那灌的是什么呢 类别本身的那个名称 假设就是TB 但是最好的解法 因为 因为是类别唯一 而且你说 奇怪 但这个TB 不是类别的名称吗 这个类别名称 我没有透过 new婚姻的产生 它可以存在什么 可以的 这个所谓的static 这个不管是属性 还是方法 而是想到属性的话 比如说你的方法 也可以static 像这个 都是可以的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OK 所以其实可以用在属性 跟方法上 好 后来再讲 就因为呢 它是类别唯一 一旦你在宣告好 这个类别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class产生之后 你宣告一个static 它就在记忆体里面 产生出来了 比如说 它是类别唯一的概念 记忆体产生之后 它就出现了 所以它希望呢 你透过TB这个关键 就类别的名称呢 去取用这一个 所谓的content 就是静态的属性的话 是正确的写法 请你不要 透过物件本身 去取得 所谓的唯一的 这个属性 这样做 就会过 但是它会警告你 两个都一样 但是假如你发现 如果后续啊 你宣告了很多 这个静态的属性 或静态的方法的话呢 请你谨记这一点 请你透过类别的名称就好 因为是唯一的 这产生第一个实体 它就出现了 所以不需要 去惯有某一个人的 这个物件的名称 不需要 请你透过自己本身的 这一个类别名称 迪恩 就可以取得它 好 OK 那同样知道这意思了 那问题 还有个问题 你再要解决一下 这个所谓的 控制 技术的这个控制 它是 public 所以你知道说 其实public很危险 如果尖叫它是对的 它是对的 试团 再看一次 试团对不对 扣掉tp3是没有留起来的 我们试试看 把tp3留起来 只要透过6关键字 产生质疾就行了 OK 那都应该知道出来 应该变成5台了 因为tp3就产生出来了 量产出来了 OK 我正确 这时候呢 我偷偷的呢 去技术这个 比如说今天是我监工的人 那我要出货出1000台 推荐跟出1001台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对 没人知道 我通过加一台 它是可以通过检查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 这个其实你这个加 对这个电视来说的话 12345 是没有增加实体 但是你知道说 可以透过类别的关键字 去点取得静态的属性 可以使用它 因为你是公开的 这时候你会发现 你就把这一个出货的这个数量呢 多加一台 OK 那可以多拿点钱 甚至减一台 你把一台自己拿回家用了 都可以 所以这样的设定方式啊 就不好了 那同样记得 我们学过哪一个修饰制 可以把它变成私有的 那它不会可以变动到 哪一关键都可以变私有的 同意知道吗 这个怎么改 哪一个修饰制 可以把它变成 只有类别本身可以使用的 没错 Provide 证券 所以像这种静态的这个属性呢 更加需要呢 通过Provide的修饰它 除非你觉得说 搭公众这个 去修改它 都无所谓 我想可以 未必能使用它 OK 你可以这样设定 但是这种属性会比较 贴近说 在产生的部分当中 技术的话 其实不太 不太应该 给外在变动 只能在自己类别本身变动才行 所以要改的是 最严格的这个级别 就是呢 最低的这个 Provide 只有自己本身 本身 记得本身哦 可以使用哦 画出这一个所谓的类别TV 就不能用了 所以你发现回到这个TVdemo 就搞错了 这是我们要的 因为你取 可以可以取 但是你要用这种方法来取 你可以设定 你用方法来设定 但是我决定 我不给它设定 好 那怎么你怎么回来看这边 既然它是一个所谓的公 呃 私有的这一个所谓的属性的 私有的 静态的 然后是一个所谓 那在自己类别用啊 没有任何限制 你什么用 怎么用 怎么加 随便你 可是我要去倒减它 OK 当然可以 因为这是你设计的嘛 你设计的是你 以你为主嘛 但使用方不一样 随方是别人使用的 所以你要写对 我是要累加它 正确 那既然是私有的 不要忘记了 一般私有的属性 要公开的方法 去取用这个Counter 不然别人知道说 现在几台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 外面外在的这一个物件呢 产生实体 或是自己类别取不到 因为它是私有的 私有的 私有的取不到 OK 所以你产生一个公开的方法 比如说就是Public 你记得 私有属性 一般都有公开的方法 OK 然后它是INT嘛 对 你就getcounter 取得技术 那就return就好了 return目前刚下这个 OK 那打到什么 打到什么效果呢 私有的方法很安全 所以私有的属性很安全 然后呢 公开的方法 其实也很安全 因为 公开的方法是取用 不是set 比如说你要写set counter 一般来说会有getset 但是这个不是set 我想应该知道说 这个counter 应该是随着 实体产生的时候 去做记录 做团队 它不应该呢 是透过外在 什么什么 counter 随便改入它的 这个所谓的次数 不该这样做 这样写 counter 不就这样做 而且不能这样写 对这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这有警告你了 他说你要取这个值呢 请你透过这样去 希望你这样做会比较多 而且他说这样做呢 会违背 所以这一个 sledic的用法 所以请你不要这样写 所以这个counter呢 基本来说 它不需要有公开的方法 设定它 但它需要公开方法的取用 这个值 因为我还是想知道说 目前有几台电视 所以有这个方法之后呢 你发现回来这边就很简单了 就改成了TV 点 可能counter就不见了 那TV不见了 但是TV1哪里 TV1 这有宣告哦 注意看哦 我有宣告一个叫counter的 anti的 回来这里来哦 你发现宣告 为什么的TV取不到 好问题 但是TV1能不能取得到 看一下 点 可以的counter 可以哦 好 那这个不能过 翻掉 意思说 外面的这一个 所谓的城市逻辑 你再也不能改变 你的这个技术的counter了 因为counter是 产生实体是需要 自动技术的 不是外在变动 删掉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样做 既然刚刚那个counter 是属于类别唯一 我这一个scate counter的方法 不应该绑定在某一个 物件之上 这样做其实没有错 就像做 就跟当初在写这个一模一样 什么TV1啊 counter 虽然现在不行了 因为现在变成石油了 当初一样的意思 我透过类别本身的counter 取用这两个意思一模样 原本是对的哦 现在会错是因为老师 把这一个修饰字变成 provider了 私有了 所以它取不到了 原本的这两个都可以过 但是这个是首选 大家记得 这是对的 因为它是静态的属性 那这个一样啊 如果今天假如它是静态属性 那为什么要透过物件本身 透过公开的方法取用它 所以你少了一个关键字 对这个case来说 既然这个counter 已经是静态的 static修饰的 是类别唯一的概念了 你这一个方法 最好也是static最好 最好 最好就是最佳解法了 虽然它不会报错 但最佳解法就是 既然这个属性 是静态的属性 类别唯一 那换句话说 你用了getconquer的 这个方法应该是什么 静态的 也是类别唯一的方法 才是最佳的解法 所以回来给大家看 我想让这个过 让这个可以过 TV getconquer的可以过 这里请你在这边呢 都该猜得到了 加一个static就好了 这样就是呢 静态的属性 类别唯一 静态的方法 类别唯一 在每一个类别里面 只有一个getconquer的方法 而不会呢 有十个 就十个getconquer的方法 假设你改成这样子 虽然产生码可以过 但可想而知 你会宣告 如果宣告了十台电视 就十个getconquer呢 会占机体的位置 基本上产生 还是会占机体的位置 因为它是一个 要被呼叫的方法 那不好 只是一百台呢 就一千个 一百个 一千台呢 就想这一千个尸体 这个所谓的韩式的位置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这样做的效能不好 而且不需要这样做 所以就要怎么做呢 static就好 那时候从原本 小镇里产生一百台好了 你会拥有一个 所谓的getconquer的方法 比如说getconquer只有一个 那搭工对不对 当然对 为什么 因为你的count就是公开 而且什么 static的 类别唯一 所以类别唯一的属性 搭配类别唯一的方法 那就是绝配的意思 类别唯一的方法 所以类别唯一的方法 static它只能吃什么 吃静态的属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一个 同样记得我们那个man方法里面 这里 static 所有宣告的这一个 所谓的static的 这个对应的 比如说这个man进入点 你要产生一个方法 就会教它你要这样写 如果还记得 如果还记得的话 如果还记得的话 比如说VYD 可以两个数字的相加 int s int y 然后我要去做这个输出 再加外 OK 好 这时候假设你在这一个man方法里面 呼叫这个所谓的 add的这个方式 这样 给它两个字 是 press 不然它还报错 我觉得声音正常吗 你关键报错 为什么 因为静态的这一个 对应的属性进入点 你只能静态的方法 去修饰它 所以要记得 静态 因为类别唯一的概念 那就过了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提到 一样的意思 静态的属性 请你用静态的方法 去做这一个所谓的 去做处理它 变成类别唯一 就不会因为实体 产生一多 就会变成很多很多get a contract 虽然它会通过编译 但请你不要这样做 好 那回来这边 所以就变得很简单了 那取不到嘛 对不对 就不要取了 就是不让你取 因为不能取 就是不能设定你自己 反过来说 你就不能设定它了 原本是可以的 因为可以讲什么 加加 减减 这样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变成石油的 所以这都不能做了 我把所有的这一个 对应的静态的属性 跟静态的这个方法呢 合并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只有get a counter 可以取得这个counter 这一个对应的静态的属性 因为它是类别唯一 这也是类别唯一的概念 这样就达成我们的目的 虽然看起来 这一个 承知码很简单很少 但是特别注意这一点就是 我们在设定这个类别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发现我真的需要 这种所谓静态的属性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属性很重要 对我来说 所有的类别里面 只有这一个属性 就像是 全域的全域的概念 就像是类别的 全域变数的概念很像 类别全域变数的话 我只要去修改这个值 大致上这个值 就跟着类别是跑动 不管整整几个类别 这一个 跟整整几个实体 这个count 永远就一份 就一份 那这时候会用在这个地方 非常多 尤其像是技术 是很准确的 就是整整实体 就可以技术它 所以是近来 近来是静态的这个属性 请你搭配静态的 这一个方法做回传 那这种所谓的属性 请你不要宣告成 因为会被修改 在这个可以底下 这个count 是不应该被修改 所以改成私有 私有的这个所谓的属性 一定要公开的方法 去用它 既然是静态的 请你用静态的修饰 修改修饰 这个方法 达到类别 唯一的目的 只要是类别的 都会特别注意到 就是请你不要 灌有物件的名称 去取得这个静态的属性 或方法 请你用 类别的名称 去取用它 而不是物件的名称 这是会有差异形在的 好 朋友可以知道这意思吗 大家可以理解吗 可以 那同学们就写一下 请你在TV这边 请你多一个 Provide Static R&T count 基于为什么 Provide 我会知道说 这个count 不希望被修 被任意变更 私有 那做什么事情呢 我希望在产生电视的时候 偷偷做记录 避免有人做手脚 OK 所以这里 我通买一个 做记录 而且买在这里是最好的 请你不要买在这个地方 比如counter 写在这里 也会过 但是问题是 只要呼销空间公司 就不会记录 这个counter了 所以最好的解访 就是你在空间公司 写这个累计的过程 加它 成功之后 你就发现说 这个方法 如果是公开 不好 所以把它改成私有 既然是私有的 你就需要呢 公开的这个修饰的方法 去取得它 你不确实立刻可以过 但是代表什么 真的物件取得到 那既然物件取得到 表示物件会各自有独立一份 那就违背我们说 类别唯一的这个概念 既然是类别唯一的 就不需要每个物件都 只有 帮我自己的一份 搭工作是最好的 请用steady 来修饰它 这样是最完美的写法 所有的类别 就有一份 count 这个属性 也就一个 getcounter的方法 大家去观众它 好 先把它记下来 那后续我们用到的时候呢 我们会再做介绍 文学片要测一下 就测试一下 这一个对 是否正确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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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办法 那尽可能把它私有 一旦私有成功之后呢 外面要取用取不到 所以公开的方法取用它 OK 那你不写这个可以过 但是路老师说呢 这是一个耗费一个记忆体的做法 一些不符合这一个静态设计的理念 所以静态的属性 用静态方法取用它 那是最佳绝配 那些改的STATIC修设置呢 那整个的这个效能 会提高很多 而且在做除错的时候呢 也不容易发生错误 就会直到同一个地方去 这是STATIC的一个关键的一个 在设计的一个理念 好 那我们就往下看 老师把它注决一下 回去同学再去做个练习一下 增加这个STATIC属性的方法 把这个靠在这里 好 那我们来往下继续 所以话说呢 这个怎么知道产生几个电视 你就不用拆的 也不用用算的呢 请你在你的这一个类别里面呢 增加一个记忆体属性 那Public并不好 因为可以为它被改变 而且你要记得写在是 这个所以无参数的空间公司里面做 宣告最好 因为大家都不使用它 类似关键的可以使用它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方式 再来 那因为它可以被修改 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透过这一个 Public改成Provite 变成全私有的 那使用公开的方式 取用它的好处在于说 私有的 只能透过公开的方式取用 不然就取不到了 那外面就不要这个Counter的值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公开它取用一个方法 OK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对应的 GetCounter呢 取的这个正确的值 就是所谓对应的数量 所以类别名称 点 取得静态的方法呢 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 OK 请你要记得这个写法 好 那回到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 我们刚提示过了 Overload Overload就是呢 这个叫多载 或者是你可以同个 韩式名称 但是不同的参数 顺序 产生一个所谓多载的概念 那假设你把这个建构式 没有呼叫 无参数建构式呢 那同样可想而知 在多载的建构式里面 里面呼叫这个类似 程式码是不会错的 它也会把Channel变成0 RainLevel等于0 Brand等于空的字串 然后呢 Counter呢 就不会累加了 因为 没有呼叫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老师讲很多 请你务必记得 一般来说 多载建构式 还是会呼叫 空进构式 如果有的话 因为空进构式 空进构式的这个任务 任务是很明确的 它做初始化用的 那希望每一份都有 所以记得 不管你有多个 多载Overload 这个韩式呢 请你第一行 就写类似关键字 去呼叫 这个空进构式呢 达到这个初始化 模式 大概是维持一样的概念 而不是呢 不呼叫的话呢 要自己写一次 那算是 对这个所谓设计 以后会有 这个所谓的 会有bug在了 会有bug在 好 所以记得 如果你把它拿掉呢 那就不会 这种技术了 那就这不是什么原因了 所以记得 一样呼叫 无参数进构 这是我们设计 类别的时候 在做的概念 那第二个 如果你把这个 这个INTCounter 改成这Provider 或Default呢 那就出去不到了 好 可以我们试试看 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说呢 连这个方法 也都不想被取用 那当然最能就这样钱了 室友的 室友的属性 搭配室友的方法 那全世界只有你知道 就谁知道 你类别自己本身知道 就这个类别里面的用得到 比如说我要get a counter 在里面塞一个get a counter 可以 类别本身嘛 不论是你要跳到类别之外 等同自己的物件也不行 你发现就错了 取不到 因为室友 所以室友的属性 室友的方法 只有在类别内部才能使用 外部都不能用 所以你不能这样使用它 那如果脑子 那我可以把它拿掉吗 就变成什么package 试试看 就不要写 这样 好 可以 为什么 因为 当个package 是可以的 换package就不行了 比如说 我的这个所谓 Label9 Label7 Lesson9 Lesson7 要去用到这一个 所谓的Lesson8 这个TV 取不到这get a counter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修饰 就是package 的意思 所以不好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方法最后就是 public的最好 因为你会缺高成 室友 代表说 你有方法要公开 使用它 而且是return get系列的 大家不要担心说 只会变动 get是取用 所以counter这个纸 不会在外面被变动到 所以这方法公开 基本上对这个类别来说 物件是无害的 而且是必须的 所以请你写成public 请你不要provide 甚至不写修试词 那这个结果 就可能后续 你要修试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麻烦一点 public 私有属性 请你公开的方法取用 这是一个设计的理念 所以这两句意思说 第一个 请你不要改成vite 也不要 也不要把 就是拿掉 变成default default只是package的意思 然后有些人会写 也写package 也写地方 就是在属于自己本身的 这一个对应的包里面用得到 那这个当然就是看你的设计 的这个概念 那对我来讲 既然是私有属性 而且get的方法 那不需要封装成package 其实用public就行 只要你知道 就可以知道我的技术值 OK 这是一个写法 OK 好 那我准备报纸是 这个准备不到 这个跨出package 会取不到 同学了解这意思吗 可以理解吗 可以了 好 那我们去往下了 OK 这后面会一直用到 所以同学可以在后面再续续复习 好 我们看计程 计程就是很重要的概念了 所谓的物件导向 三大这一个 所谓的理念就是 封装计程跟多型 所以是第二重点 计程开始 接着用力在说 加同样形态的类别 竟有各种特征跟方法提取 有点像是 这一个类别 你有些所谓的属性 跟这个操作方法 其实很像很像 也不需要 每个产生一个新的设计 每一个新的类别的设计 它可以透过 共用的方式 去使用它 这种方法叫做继承的概念 那接着就是有点像是 负继承 纸继承于负的概念 什么叫负类别 继承负类别这样的感觉 所以避免程式的重复撰写 并借由子类别 继承负类别进行扩展的动作 比如说今天假设 你写好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基础类叫负类别 你可以写一个 所谓子类别 继承于它之后 又有各种特征跟方法 但是你的子类别 也可以有自己的特征跟方法 OK 很重要 你说继承之后 那就不能改吧 不行 你可以改 改属于自己本身的 就像我继承 我父亲的 所谓的外观 甚至我的发色 眼睛的颜色都一样 但是我可以有自己的 比如身高 然后其他的特征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继承 来自于上一代类别的 但是可以拥有 自己的属性跟方法 那在加码里面 它只允许一次 只能继承一个负类别 那一般来说 哪些程式码 可以继承多个 很多 很多的所谓的程式员 它是可以继承 多个类别的设计的 但是在加码下 它为了简单 它透过所谓的 一次继承一个 它可以继承多代 就是我可能父 子继承父 那孙子继承子的概念 它可以一代一代 但是它是不能够继承两个 就是你的 你不能继承你的祖父 跟你父亲不行 你的父亲只能继承你的祖父 这一子类对 所以一个 类别只能继承一个 所谓的父类的概念 所以加码中只能一选一个 不能多个 多个会出问题 那但是后面会介绍一个 怎么去透过 多个的方式呢 做继承 但是它比较简单 那叫界面的概念 这是夏章姐说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 OK 我们要去产生一个动物园的概念 就假设你要去 比如说你要开个动物园 那至少会产生很多动物 你要什么兔子 狐狸 乌龟 然后老虎 狮子 对吧 产生一个动物园 那等一下 我知道了 这个类别就简单 没错 你发现了 在这个类别的设计过程当中 是在模拟实体化的过程 就是你已经看得到的 你拿来构想出来 都可以成为类别设计 更何况是这种 所谓很看得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 大家看到动物在跑 有兔子 有猫 有狗 那个事情是很明显的 只要那种实体 很鲜明的东西 更适合适应成类别 为什么它可能会有姓名 它有它的年龄 它有它的体重 它有它的特征行为 它会跑很快 它喜欢吃草 它喜欢做什么事情 这时候 很适合做类别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写法 换句话 从我们先开始 要产生一个 对应的这一个 动物园的概念 所以我先产生一个新的类型 从这段开始 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写清楚 把它类别设计好 那大家会有印象说 原来类别要这样子 也会比较好 这是雷森 雷森9 第九章 然后呢 我产生动物园 所以产生 先产生动物 先有动物团 你不知道我先把动物园盖起来 找动物太累了 先有动物 再产生动物园 OK 我们来换个5 这时候我先产生一个 R大姐就是这个 是一个兔子 那兔子的这个类呢 你要制定他一下 那属性你要讲一下 现在从头到尾开始 我们要可以一个一个写清楚 第一个 他需要姓名 而且我希望姓名 跟这个所有的属性 都不公开 你不会任意乱改我的名字 我只能我的圆 我的这个 比如说今天养我的人 或者我是这个所谓的园长 才能改我的名字 OK 所以是私有的 名字叫Name 对 全 这个兔子呢 有他的名字 OK 再来一个 我想他的体重 来个flot Tubble好了 大部分简单一点 体重 这个兔子呢 他有姓名体重 接下来建构室来了 建构室 Tubble一个 公开的 只要知道兔子在 都可以产生这个兔子的尸体 不管你是动物园 你是在电视里产生动物园型 比如说你这动物呢 就需要在电视里出现 也可以 那我就要产生一个所谓的 多载的建构式 来自于有参数的 就是你可以呢 在产生的时候呢 就给我你的姓名 跟这个所谓的体重 Tubble 那因为参数名字 跟你的这个所谓属于名字 大家通过历史关键字 取有本身的属性 可以为成 可以为成 变成这样 OK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产生一个新的 叫入 动物园来了 用兔子来先试试看 先把一只兔子放进去看看 这路的它就是一个动物园的概念 所以它有进入点 它就是一个园区 它有个路口 很多人可以进来看动物 所以要个路口 PSV件出现了 其他动物都是 自己的属性方法就好了 现在方法还没出现 先这样写 OK 入 进来 产生第一个兔子出现了 比如说是一个所谓的 听名区 大家可以进来参观的这个动物 New Rabbit 好 第一个 老实这样写呢 我想产生一个尸体 但它报错了 好 那我来看一下 为什么报错 这里 好 谁可以跟老实说 为什么我错了呢 为什么我宣告了兔子 感觉没错啊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入的时候 在产生一个实体的兔子 它这里报错 有谁知道的 可以跟老实讲一下吗 对 第一个 我试图呢 去铺叫空的建构式 没错 但是我们的这个类别设计的时候 没有去产生空建构式哦 好 两个解法 第一解法就是 偷懒一点 我把这删掉 但那时候会不会过 谁知道的 我这样一代它会过吗 对 为什么会过 大家记得哦 在这一个所谓的 这是预设计的方法 这是预设的方法 才能透过 New的关键字 透过这样的写法 呼叫空的建构式 你发现空建构式 特别注意点 这考试必考 一定会考虑说 为什么这样过 那什么不能过 那怎么办 OK 你要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这一定会考 好 OK 那回到这里来 那当然你到底要不要 空建构式 看你自己本身 老是觉得不需要 所以我把它拿掉 就是你 你不可以不给我 姓名跟体重 你一定要给我 因为像是呢 今天露园的时候呢 这个动物一旦产生出来 你一定要给我 这个 跟我说他的名字是什么 他体重 我不允许空的名字进来 你不允许空的体重 因为没有这东西 所以我强调 一定要有 所以因为这原理 所以我把空建构给拿掉了 就要遵照我的方法来做 这个过不了 请你给我 他的名字 比如说这个小兔 好吧 随便写一个 体重一下 应该是3公斤 3.5公斤 好 那就可以了 那时候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SOT一下 那头应该没有问题 会产生一个机体 因为头部的关键证 好 那头部就有了 好 那产生一个尸体 在这个机体位置 好 那去把学完 都记得 经过是很重要 去往下 那他警告你了 这两个都没用到 你学校干嘛 没错了 现在没用到 所以我们继续往下 那我们想象 这个所谓的动物的行为 或兔子的行为 他一定要吃东西 他一定要去休息 他一定要去跑步 对不对 他总会跑跑去 跳跳去的 好 记着原理 我们产生三个 这个所谓对应的方法 都是VUID 因为动作啊 不需要回传 这是我的理念 OK 而且中文 写吃草 OK 就是他 吃东西的时候 他喜欢吃的是素食 因为兔子 那再来吃sleep 那一个sleep 我累了 他需要睡觉 我知道兔子是很爱睡觉 所以每次他都会跑出 跑出人家 我很爱睡觉 OK 再来 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呢 呃 有跑 休息 有吃东西 OK 就是跑了 run 就像特征的概念 最后呢 我想去他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谁啊 然后提到多少啊 所以来一个就info们 这什么是VUID哦 VUID哦 这是属于不回传值的意思 VUID OK 那我们去出租这个 OTF 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谁 然后我的体重多少 那一个这个 0.2F 就来自于NAME 好 大家会注意这个第二点 这个不用灌类似 为什么 为什么叫写类似 是因为呢 这个地方有 有外来的这个 所谓参数名字 外来的 跟你的这个 所谓属性 一模一样 为了区隔 到底谁是谁 所以这里灌的类似 这个字 本身的属性 等于外来传进来的 这个NAME 本身的体重 你外来传来这个 VUID OK 这样可以区隔很明显 这里不用写 在于说 根本就不需要写 为什么 因为这里没有传那个东西 所以他很知道说 原来取这个NAME 只要你写对了 取用是所谓的 我们自己本身 类别的属性 OK 属性 所以写NAME外就会错 因为没有NAME外这东西 没有宣告 只有NAME外传 好 不对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 在这个路里面呢 把这个动物呢 就让它跑起来 比如说RUN OK 那RUN会回传 所以就不需要 特别去做这个Print 就直接Rub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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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slip 就是呢 它吃完东西呢 它跑一跑 然后呢 它就跑去睡觉了 就像这种概念很像 OK 那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 就来一个info 好 自我介绍 跑一下 吃一下东西 跑一下 睡觉 是这个兔子的一天 好 这里 好 那是这个忘了一个换行符号 所以它连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要带一个百分比 那比较好一点 好 再回来 这里没有进入点 所以Rub it 也是不会过的 是没有用的 它就变class 所以早上 你Rub it 也不知道 既然要找入进入点 Rub是进入点 F 这样 就完成了 这一个基础 动物的 这一个类别的设计 好 就等同我们这个 所谓简报上面 右边这个图案 这边 可以留下了 这个锦号呢 指的是provider的意思 只要看到 在设计这个类别 约有的图的时候 你发现有锦号 OK 私有就对了 加号公开的意思 所以私有的属性 就会公开的方法 去用它 那现在放在这里 info这里来 info只有 但没有取得了 我们先取得方法 好 那发现另外一个出现了 也不知道这个动物 只是一个动物 兔子之家吧 不对吧 动物园应该至少 会有和其他动物 所以来一个Fast 狐狸类别 你看狐狸类别 里面的属性 进不长一模一样 它有姓名 还有体重 它有自己的建构式 它有自己的所谓的 vitter sleep run info 你发现一模一样 这假设里面 学会计程 你会这样做 跟老师一样 傻傻这样写什么写的 我知道了 Ctrl C Ctrl V 你一直改一下 理念一下 在这Fast 好 然后偷偷呢 把这改成Fast 偷偷的把这改成Fast 哎 你来也过了 为什么 都一样啊 好 那当然要改一下这个了 我喜欢吃肉 因为它是狐狸嘛 今天它不是杂质性动物了 所以它可以吃很多东西 我不太爱睡觉 我夜行性动物 先不睡觉 我跑超级快 比这个兔子还要快 所以说是有特征 要解一下 因为是属于Fast 类别 就是狐狸类别 那当然它的特征就是 它吃东西 不是吃草的 它是吃杂质性动物 它是吃肉为主 它喜欢睡觉 但是它是夜行性的 它白天不睡觉 接下来它会跑 会跑 跑超级快的 好 这时候你在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实体产生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有兔子之后呢 我想把它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 让它跑一下 那追它 追它一下 大家想象的画面 应该是会说有趣 应该可以写新的画面 来一个Fast 然后这就是小狐 小狐出现了 不是狐子的狐 这个好 体重多一点 应该至少了一个数公斤 多多 那一样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Fast的实体 去把这个 你可以copy这个 好 你发现 老师故意这样做 因为其实这个动物 就是有很像很像的地方 一定有些东西 是一定大家都长一样的 比如说刚说的这个姓名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 有身高有体重 都有可能 OK 这话你弄一定没有错 但是你发现 其实这样学法呢 假设还有什么 老虎啊 狮子啊 要跟老师一样吗 Ctrl C Ctrl V 贴上去吗 请你不要这样做 这时候 重点来了 要使用继承的概念 去做这件事情了 好 同学们请你第一点 同学到这边还看得懂 你在做什么吗 可以理解我们在 我是个动物园长 所以呢 我想要去产生动物 那动物呢 就很适合身高成一个 所谓的类别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个 然后就大家可以 见过出那个感觉吗 对吧 所以我赋予它呢 产生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身高 一个叫体重 一个叫性命 这是我觉得最少 最有需要的东西 好 那请你跟老师一样 请你先产生一个 一定要写哦 狐狸不要写的 狐狸也是写的 各位看的 因为狐狸就是个累赘嘛 你发现狐狸 跟你的兔子一模一样 所以请你先把这个兔子的类别 先设计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产生一个 所谓的副类别 会跟它基本上一模一样 所以请你先把这写完毕 OK 这些大概写一下 区别一下 那这大家共用了 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做共用动作 成功之后呢 请你产生一个root 就是这个动物园 进入点 那动物园呢 进了进入点 它需要有一个门口 那就是面方法了 打开进来 面方法也请你宣告 把兔子找出来 那这个要不要写 都看同学们自己 你不写没关系 因为这个不是重点了 这次老师写可以判斥 这样做法不对 不好 虽然可以通过检查 但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两个类别 基本上一比一口比的 这差别在于说 一个叫Fast 也叫Rubbit 差别很少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做什么 负类别的宣告 把这个功用的特征呢 给取出来 所以等一下 这个很重要 所以请你先把 一个这个兔子类别 先写完毕之后呢 请你测试一下它 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之后呢 等一下呢 我们休息之后 就来做 负类别的这个宣告 好 同学可以知道要做什么吗 可以理解吗 OK吗 可以哦 老师把画面停到Rubbit这里哦 好 那我们就 在10点17分回来 往后呢 就坐下去 好 等会回来 继续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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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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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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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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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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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负类别写的是 provide的修饰制 你把姓名 把这一个对应的 这一个所谓的体重 改成是私有的 那就不能直接取用了 你要间接取用 通过公开的方法 才能取用它 换句话说 provide的这一个所谓的修饰制 只能自己本类 就是负类别的可以使用到 这观念不会变 跨出出这个类别的话 哪怕是你是我的子类别 也不能用 除非在修饰制 另外一个方程中 这我们后面继续看 好 那基于这原理呢 我们先把这个计程 先写完毕 先把负类别 先寻告出来 然后我们试试看 怎么去把它这一个东西呢 做一个寻告 第一个 寻告个类别 就是负类别 animal 好 那我们这里呢 这里产生一个新的 new file animal niml.java 把共用的特征跟属性 全部拉近了 你会发现什么叫共用特征 主席呢 因为我们像我们的 lobbit跟faust很简单 所以基本上 兔子呢 就是圆形了 他就改成animal就行了 所以我把这扣下来一下 试试看 扣到这个animal 上去 改一下名字 animal 最基本的一个体重 透过一个多载的监控室呢 把空间后室给拿掉了 不需要空间后室的 这是我的设定方法 然后希望每次产生实际的时候呢 你要给我名字 给我体重才行 你不得不给我 你就过不了 其他方式呢 像这个所谓 eat sleep run 你就不能这样写了 为什么 animal这个类别 是所有的类别的负类别 动物类别 它应该是一个最 最管放通用的类别 所以所谓的吃草 吃这一个所谓动作 应该不能这样写 你像简单变成说 很局限说 你这东西产生只能吃草 你的什么肉筋动物 就不能继承于它了 所以这个概念不好 所以应该说 嗯 而且简单写就好了 就是我把 改成英文版的区别 于我们产生实体的那个 所以我来一个 i like it 英文版咯 先写一下 这个呢 就i like sleeping 就是类腿 那内容物 你可以改成 你想要的 那老师觉得说 我们改成就是要无害的 大致上就是 区别下去好了 这一瓶 就按人brownlink ok 好 所以老师产生一个富类别叫做这个动物类 那这是富类别 你发现富类别宣告跟一般类别没有特别不一样 就一样是public class 看你什么学生都可以 室友的 室友的 然后呢 多宅建构室 呃 4个方法 来自于公用的方法 来自于这一个public eat sleep roof info 好 那富类别做完了 这时候呢 我的质类别就不这样做了 我先改fuzz给各位看一下 再改lob 我再fuzz 你发现这个是多的 我不需要这个 这你发现你怎么做呢 你就extend就行了 假设说 所有的动物都来自于 继承来自于atomo 最多一天 全部沾掉 那发生什么事情了 呃 全部沾掉之后 他有个问题说 你这个fuzz类别啊 你既然继承原来自于这个animal 类别 他说呢 你有一个预设好的建构室呢 你没有去使用它 什么预设好的建构室呢 他不要忘记了 在animal类呢 其实有一个多载的建构室 他一定要去继承于它 因为你空间构室已经不见了 所以换句话说呢 你只要一个空间构室的时候 现在多载 要去继承这个 要去呼叫它才行 达到所谓的功能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fuzz类别啊 虽然这样做 其他方别写都可以过 但除了什么呢 你的animal 要去做这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 去继承于它 去使用它 那如果说animal会不要写吗 我们试试看 我们这个animal都会空的类别 空的这个建构室 他叫多载建构室之后呢 空了这个建构室不见哦 我自己写一下 发现 我觉得它就过了 好 我来看原因一下 第一个 原本在animal类别的时候 你没有写空建构室的时候 它是报错的 写下来 他报错 为什么他说 你在继承这个负类别的时候呢 我发现 它有个多载建构室 应该说 无论如何 你在继承的当下 一定要去呼叫 负类的这一个所谓建构室 这是一定要的哦 继承一定要呼叫负类的建构室 你发现 你不用呼叫它 所以过不了 怎么叫它呢 你要这样写 如果按照这个原理 要这样写它 像目前你的animal类别 只有一个所谓多载建构室 叫animal 两个参数 虽然去呼叫它 去使用它 去满足这个条件的意思 所以要记得 满足条件是 两个参数都要有 所以我在这里 我要显示一个 自己属于自己的 这一个样式发生 两个参数 然后double 要满足这个条件 因为我们的负类别 的建构室 是属于多载用的 所以要满足它的条件 再来一个 public fast stream 所以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写完毕 OK 但是还是没写完 为什么 他说你写完毕 这个所谓多载建构室的时候 你没有去呼叫 你这个负类别的建构室 多载 现在没有空的这个 多载 你要去呼叫它 满足它的条件 用很像是 你刚写的lis那种感觉 这个lis 还记得吗 lis 关键字 基本上要呼叫 自己的空建构室的时候 就要这样写 lis 所以我们所谓 去继承于这个负类的时候 要满足建构室的要求 所以你要记得 要这样做它 去满足它 那在本地是用lis 在上一层的阶级的时候 我们继承的概念 是来自于上一级的概念 所以不能写lis 那些什么super 所以我是上一级级别 super h-u-p-e-r 则是呢 这个是你的负类 负类 则是它 如果是上一层 就是你的负类别 要满足它的建构室 所以记得建构室长这样子 长这样子 它是两个参数的 一个是tring 一个是wet 那这样就成功了 再说一次 在我们的lm内呢 它是一个负类别 这是我宣告的理念 我希望把共有的特征 特征者是属性的方法 给拉出来 OK 那哪些方法 是你去约定它的 我觉得动物呢 它需要吃而跑跳 就是你要吃啊 会喝啊 会睡觉 OK 这是我约定的这个方法 那在结构室的时候 你可以约定成有属性的 代参数的 一个代美参数都可以 那今天假设 我是设定好说 产生这个实体类别的时候 你一定要呢 给我这个姓名跟体重 才能符合我 符合我这个设计类别的 这个理念 所以我负类别这样写 既然这边 负类别这样写 你继承于它的时候 你放置进入它 你一定要满足它的条件 不然你过不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可想认知啊 你继承于它 它的建构室 是有带参数的 你不可以不带 它不知道说 我到底建构 这个所谓的满足点 是以谁为主 但是以负类为主 所以你的负类 如果只有一个 所谓的这个 负载后的 这个所谓的 所以负载后的 这建构室的话呢 你要满足它的条件 这第一点 换句话说 如果在animal内 产生一个空的建构室 因为有多载之后呢 你会发现 你的空间都不见 这时候如果你把 你这个FAS 全部拿掉 那时候 那时候我怎么它可以过 因为呢 你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 负类别有空建构室的时候 如果在你的FAS 类别没有产生实体 怎么怎么样呢 变成这样 呼叫空的建构室 没有产生实体的 应该说没有产生 这个所谓建构室的时候 同时知道说 它会产生一个空建构室 空建构室 由你没有写的话 那空建构室的话 你继承于一个 所谓的类别的概念的话 它就像呼叫 这个类负类别的空建构室 所以super小括号 左小括号 指的是 the animal 这一个对应的 空建构室 所以这样写 是可以的 同时到这边可以理解吗 脑袋转了过来吗 其实有点像是说 你是继承于我吗 总是有些条件要满足我吗 对吧 因为我的设立这个类别 一定是有些理念在的 就是比如说 我一定要姓名 我要身高 我要体重 我有很多 你要符合我的特征的要求 记着原理 你是继承于我 你要满足我 最低要求 最重要就是 产生建构室的时候 产生实体 你要呼叫建构室 这是一定的 对我来讲 你的animal原本实体 是没有空的建构室 只有多宅建构室 所以你继承于animal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 把这个建构室 给达成条件 因为我们在产生实体 一定会先进来这里 这是一定的 一定会进来 换句话说 你的fuzz类别 继承于animal类别 一定要满足 这个所谓的 多宅建构室的要求 一定要有姓名 一定要有体重 一定要呼叫它 才能完成 这个实体化的过程 所以回到这个fuzz类别 你发现知道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OK我知道 我什么都可以不用写 但是我的这个建构室 就不能不写 因为它没有空建构室 所以我得满足 继承于animal这个类别 最基础 最需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去把 它的建构室 给呼叫出来 来自于多宅 这个建构室 那这个建构室 你发现它需要 两个参数 Nain Whit 那要满足它 所以刚好 你的建构室 也可以寻告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来自于这个 所谓对应的要求 就可以 那你说可以不一样吗 当然可以不一样 假设我像 外面寻告 再产生一个什么 未成 是可以的 因为它不会 它不care说 你新产生的 这个所谓的类别 三述的多寡 它不care 它只care说 你不能满足我 来自于 继承后的 这个建构室的要求 至少有一个 自串 至少有个 double的未成 后面多少个 都不重要了 都不重要了 重点在于说 这两个一定 有最少要求 因为我的animal 需要这两个 才能达成 最基础的 这个实体化动作 好 那同学那边 还可以理解吗 有没有 再清楚一点点了 可以哦 最后特别记得 在本地 是用list 关键值 在这一个 负类别 在负类别 要使用负类别的时候 其实通过 super关键值 取用了 这个负类别 所谓的关键值 是属于super super 所以super 这就可以了 好 我先改这个看看 然后这个 root呢 看上来出错了 好 那就不能这样做了 做这个方式呢 不能这样写 好 看出现 当个错误 给大家看一下 进程一定要呼叫 付类的 这个建构式 super 来取用 付类别 他是老师刚 刚写的 OK 好 我知道为什么 这里是一个 15 看一下 我没写什么 为什么这个 整数过不了呢 我知道 老师写三个参数 三个参数的版本 最小是你要拉过 要写三个参数 所以回到简单一点 两个就好 因为我不需要升高 满足他的条件要求 所以发现 成绩码都过了 那两个重点 第一个 刚刚刚两次说过 你继承于负类别的话 要满足负类别的建构式的要求 除非他没参数 那这种会产生个没参数的版本 如果有的话呢 有参数 请你要满足他的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在所谓的产生实体的时候 你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写 他的操作的方法了 属于都不见了 为什么呢 你继承于这个 自然继承于他所有的 这个对应的属性 跟这些方法 他都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测一下 如果发生类别 我是这样独立继承于 这个elmo的 就回来这个root 不可以 对 super是规定的 就是super指的是 取用负类别的意思 记得 super是写实的 不能改了 就像历史一样 取了本地的意思 对 super是写实的 而且你要写第一行 他不能跳行 就跟历史一模一样 OK 好 那我们在路这边 再回来看一下 那你发现程度码到底报错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new fast 我们来做这个中断点看一下 new fast在这里 然后到底呼叫谁呢 我们从这个fast里面看一下 这里点一个 OK 然后在elmo这里 再点一个 这一个 最后是 最后睡觉 睡到这里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在这个root 然后这个fast 是继承于来自于elmo的 所以看起来都没有改动 它是进了elmo的 兔子还是兔子 所以兔子就不用理它了 我们看来是这个主要是fast部分 好 我们跑跑看 我们进debug模式 进来咯 他说呢 当下你用fast这个产生实体可以 建工室也会有条件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两个阐属 因为刚好你的负累需要两个 所以两个刚好没去 它两个 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 所以你不能没有 最低要求是这样的 supro 到底呼叫谁呢 你可以点这一个 进入韩式那一部 我通计的是进去 这是出来 我进 我看supro到底是谁 点进去看 你发现它跑到animal 所以换句话说 它真的是来自于animal的 这个继承于它的 所以我按F10 那跑动一下 F10 图纸化了 把这个小伙给这个人 把这个失误呢 给它 因为它是double OK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正确 这时候再回来 你的这个路里边 你发现这里 还发一个建构在那边 我看一下 在animal这里 就中断点 换句话说 你不想在等的时候 你按这个按钮 假设它有机会到这里的话 它会停在这里按 那slipper我记得 我们有呼叫到吗 在这里 slipper 所以它一定有呼叫到 所以我就可以按这个按钮 这个就是跳下个 中断点的意思 它立即一直把 有了 遇到了下一个了 只能下一个 不能上一个 所以发现它进来哪里 进来附类别的 slipper的方法里面 做呼叫 它叫alikes 好 那就可以直接跳掉 再按一次 它就跳下一个 没有的话 就结束程式的运行 看到结果 结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 好 再跑一次 它这个是上一次的结果 还是把它吃掉 不应该出现中文 应该出现的是 英文才对 再跑一次 先从路进去 因为像我们继承于 这个animo 所以原本的这个中文字 是不对的 再跑一次 发现了 兔子呢 还是兔子 它有自己的 这个对应的操作 操作的方法 写的是中文字 中文部版本 这个狐狸呢 我们是寄层员 来自于animo 然后呢 用它共用的 这个对应的 eater run 跟slipper 这个方法 来做操作 所以这是成功的操作 这样就对了 换句话说 你会发现 整个过程很简单 因为动物类别呢 它是一个 共用的一个副类别 所以把它拉出来 它就把它删掉 变成一个animo animo的所谓的属性 就是它的特征 你可以寻找好了 就把这个兔子呢 给拉过来 当做范本 OK之后 你发现 它需要经过式 都没有变 但这个所谓 eater sleep run 它属于 这个副类别 共用的方法 因为既成于它嘛 所以就可以使用 这些方法 可以使用它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你发现 是可以通过检查的 透过路 你发现 有了 我在我的发誓 里面什么都没写 只满足 它最低要求 就是你产生 这个实体的时候 它就得出一个 都在经过 只要满足这个条件 才能产生这个实体 产生实体 其他方法 我都没写什么 public啦 eat啦 eat啦 run 都没有写 为什么 因为你继承来自animo 就把这些方法 继承下来了 所以可以透过 这个发誓呢 直接透过发誓点 取得负类别的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继承来的方法 eat info run 跟slip 达到 共用的目的 好 阿腾刚知道了 如果你回来这里 那你的rub要怎么改呢 同学试试看哦 今天假设你发誓成功了 那 兔子也是继承于 也是动物的 动物的这个类别嘛 对 所以记得 你要怎么写这个呢 要一顿哦 一顿什么 一顿你这一个对应的 animal 一顿是animal 那满足它 最低条件哦 记得我们建构室 有最低条件的 请你满足它 多载建构室 这一个 所谓对应的 负类别的建构室 来自于super关键制 super只是上一代 负类别的意思 历史者是本体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关键 要记一下 要区分一下 super上一代 历史是本体 只在第一行做呼叫 不能在第二行 各位报错的 他不能在第二行 他只能在第一行 特别注意这一点 他只能在第一行 第二个 你发现 今天假设 按照这个 应该都没有错 好像都过 但是问题是 你的这个所谓的 animal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 name跟wait 宣告成provide 全私有的 所以你发现在你的 fax那边呢 假设我去 偷改他的名字 name等于 你为什么会过 因为你 是这一个 所谓的 韩式 传听来这个 不是你本体 那个name 代理事 你发现错误了 一样 他说你这个animal.name is not visible 你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 它是私有的 私有的 OK 那怎么解决呢 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同学 请你的先把 这部分呢 先产生一个 所谓的负类别 变成animal animal 就是来自你的 土类别 copy过来 改下名字 改下名字 成功之后呢 请你把这个 狐狸别先改一下 改名字 请你想一下 你的土类别 怎么改动 基本上跟 跟法式类别 一模一样就行了 来 同学们试试看 把它这两个写完 写完之后 在loop跑跑跑看 是不是成功跑动 运行成功之后呢 这完成继承 我们往后就继续看 同学可以理解吗 负类别提出来的 这个因素 OK吗 同学们 可以哦 那同学们 写一下咯 先把它变成animal 那请你把法式 先改成功之后呢 那再来改一下 这个robbit 那请你试一下 假设呢 产生一个空的 进口试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可行的话呢 你知道怎么改 怎么改 大家可以玩玩看 试试看 好 那同学作为币 请你在这个root 动员呢 好好看 成功之后 请你打个1 那我们就去往下 那我们就去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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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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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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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quit plus double 确实不用改 那后面能够删掉它 因为不可以直接取用 也不行 那达到最低的限度呢 满足来自于继承后的条件 来自于这个 我们叫负写 负写这一个对应的这一个 建构式来自于两个版本 两个参数的版本 好这样就可以了 那回来你的这个root 没关系这什么都不用改了 因为这是继承的一个精髓 只要你写对的话 其实是不用修正的 你把所有的特征 都绑定到Admo内去了 就负类别 方法都长一样 Middle一样 Middle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按Neple Run 好那中文还在 把它删掉一下 我再卡一次吧 过了 OK 你发现这里 只是呢 唯一的特征消失了 消失呢 他原本自己本身可以去 做什么吃炒 吃肉 跑很快 跑很慢 这类的修正都不见了 统一继承来自于 负类别的这个 对应的这一个方法 里面的逻辑 那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要做的 其中理念之一 最后面看怎么改 等于说呢 我就用我这个 所谓负类别的 这个对应的方法之外呢 我想自己的特征 自己的方法呢 产生自己独立的 进而去做 这类的这个 负载的写法 达到这个要求 我们去往下看 那我记得就是呢 一分为二了 就是你的这个 Fast and Rubber 满足这个建构式的要求 因为没有空建构式 没有空建构式 被覆盖了 所以你只能满足 它这个条件 这是最低要求 透过Super关键制呢 呼叫来自于 负类别的属性或方法 那刚好建构式 长得这样 有没有 两个版本 两个参数 OK 本来就是呼叫 负类别的建构式的意思 对呢 子类别呢 一定要呼叫 负类别建构式 那一边来说 子类别实体的话 会先呼叫 负类别建构式 如果没有子弟 呼叫哪一个 负类别建构式 这种呼叫 无参数的建构式 就今天假设 你的这个类别里面呢 负类别有所谓的 空建构式的话呢 它会优先使用它 假设你呼叫 是空的那一个版本的话 那因为我们没有嘛 所以它不会呼叫 所以你只能满足 它这个所谓的 多载的这个建构式 来自于两个参数的版本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呢 这样写 跟老师一样 那基于这原理 我想说OK吧 就给它更多的弹性空间 你还是可以呢 去产生一个空的建构式 然后去做实体化 OK 接下来呢 你在这一个Robin里面 产生一个空建构式 你把它变成什么 一个版本 建构式版本 那这是不是盘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首先呢 我觉得说 嗯 这建构式感觉 好像少了一个 这个空建构式的版本 OK 我就产生一个空建构式 满足它的条件 所以Public一下 我觉得这是多载的意思 懂个韩胜的名称 但是呢 参数不同 是多载的 多载 OK 我知道 如果你括上一个版本的话 你的Name是空的字串 你的Wate是0.00 特别重要这一点 所以但是我说出一个字 就是 MN 是 是 风物 是 我们来测一下 这里有一个所谓空建构式来自Animal的 然后我在这个Robin这边呢 先不写 我满足它的空建构式的要求 这时候 如果我在这个 Loon那边里面 产生一个第三个 第二个图子 我们是改这一个 不然是 Fast都可以 我们来一个新的图子 Robin Robin2 等于NewRobin 这拿掉 发现错 为什么 还记得吗 我们这个所谓多载的建构式啊 它会直接覆盖 这一个所谓的空建构式 所以你要这样做的话 即使你的这个附类别有 也不行 因为你的子类别没有 不可以 所以满足条件哦 记得 它也是没有哦 会自动覆盖过去吗 记得要先写一个 就是你需要的话 请你写一个 对应的这个空的建构式 Vlog Praise 好你发现 很正确就过了 正确了 因为 建构式条件家里说 你要写 才能表明出来 即使是继承的类别的话呢 你要把这个建构式 给拉出来 把它认为说 你不要那个空建构式 因为你要认为 自己属于 两个参数的版本 这种覆盖空建构式 好 那我们再速度看一下 这个Robin2 来个info就好 确定一下 不知道这个版本 发生什么事情 OK我们区别一下 Ru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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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New Rubbit 表示说你的Rubbit 有个空建构式 我老师没有写 有写Super 我没有写 我没有写 这个Super 看到发生什么事情 Super指的是呼叫 附类别的意思 好 那我们跑跑看 论这边跑一下 压着跑动状况 好 朋友去看这个点 第一个 你会发现 这个animal到底哪里出现的 我发现我的这一个 所谓的Rubbit 这个建构式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第二个 我在宣告 这个所谓的 get info的时候 在animal这边 取出了这一个 Name Name是Stream 它是物件 是Nor 没错 刚刚说空转不对 是物件才对 是Nor正确 Wit是来自于Double 0.0正确 是初始这一个 变数的值 正确 到底是这哪里出现的 可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在哪里出现的 是在你的负类别的 空间构式里出现的 这边 这边 最换句话说 在你的Rubbit 也宣告一个空间构式 是为了满足 呼叫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这个版本 就是不要有建构式的版本 它自动会去找到 你的Rubbit里面 有没有空间构式 有 它才会呼叫 才会成全 为什么 因为你写一个 多载建构式的写法 把这个遮蔽掉了 就这样呼叫 今天一定要写一下 第二个 它预设呢 你这样写 它预设会呼叫 Super 预设 所以你写不写都无所谓 你不写 它也是会呼叫 你说建构式 所谓的来自于 继承的概念里面 一定要有附类别的建构式 哪怕是这一个 哪怕这个 其实也满足它一个条件 不能没有 空间构式比较简单 是因为说 没有参数版本 没有参数版本 所以它会自动去引用它 所以你不写的话 它也是会引用 你写的话 就比较明确一点 一般来说 空间构式不会写 这有一个 所以它呼叫谁 呼叫这个Animal 这个建构式的这个版本 去输出说 I'm an animal 同道院可以理解吗 为什么我的Robin Super 去呼叫附类别的 那个建构式 可以 那再往下一点点 那你说 那这样子 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 我都继承于它 那不能改变 自己的一些特征吗 如果都以这个概念说 好多不动了 就这样做来了 你发现 就直接用Animal 来做就好了 我干嘛还要产生一个Robin 产生一个 这一个法 没有错 如果你今天讲的是说 我今天就是呢 通过这个特征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所谓的姓名跟体重 然后呢 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继承 这样是多余的 你就先告成Animal就好了 就直接做了 就不需要继承 其实用于这样说呢 我想既有去把他的 所谓的负类别 这些对于好用的属性 好用的方法给继承下来 再变成我自己的 独立的一些输出 来到改变的目的 OK 那可以怎么做 我们试一下 除了这边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 那边呢 这里 这里哦 老师把删掉 记得自动呼叫 所以我不写了 自动呼叫 产生自己属于自己的 我刚才说我I'm Robin 我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能讲设 我在这里呢 产生一个I'm Robin 然后呢 这里的Animal 产生一个I'm Animal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猜猜看 会产生只有一条 一个文字 比如说就按这个Rubbit 这里 还是会有两个 来同学可以猜猜看 会只有一个 还是会有两条 就是Animal 按Rubbit 还是按Rubbit 这两个 两个是一 一个就是二 是一还是二呢 是只有出现一个Rubbit 还是会有两个呢 好 都不要忘记了 他会这张呼叫谁呢 来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这样 好 好 好 看 好 动了 好 再录 好 好 往上一下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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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不要忘记了 两个哦 记得两个哦 为什么 老师不许把它拿掉 其实不管如何 因为你的建公司的版本 是属于同一个空建公司的版本 他一定还是会呼叫Super 别忘记 他还是呼叫Super 还是会 不写 他还是会 换句话说Rubbit呢 他会先去呼叫 来自于副类别的空建公司的版本 那你有写 他就会做 除非你不写 就没逻辑 他就不做 特别就这一点 所以你有写的话 他会先 有先呼叫这一个 副类别里面的逻辑 OK 空建公司有一行字 OK 输出给你看 接下来往下走 走哪里去呢 你的这个Rubbit 下一行就是了 输出自己本身 这Rubbit 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基因的概念就长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他一定会延续这个继承的概念 先呼叫副类别里面的 所谓的方法 逻辑 做完毕 这才约定属成的写法 除非你说OK 我知道了 我就把这里拿掉 没错 这是解法之一 就是animal就好了 我就不用什么 I'm animal 就把它变成什么了 继承后的这个 所谓的子类别 再做逻辑的宣告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同学可以理解吗 对同学记得 副类别一定会呼叫 所以你写的东西 一定会有 尤其像是你副类别宣告 比如先讲 简单讲好了 如果你发现说 在这个底下 我们说这空间公司 很大用力 在干嘛的 还记得吗 空间公司 很大的用力 在做什么事情 它的存在 基本上做成什么事 大家还记得吗 对没错 初始化 所以你发现 今天假设你嫌怒 有点诡异 今天假设我呼叫空间公司的版本 就直接跑动了 他跟你说OK 你的姓名就是诺 然后体重是0.0 所以你可以换句话 换句思考一下 如果在这个所谓的 负责别别人里面 我就把这个name 跟wait 把它初始化一下 比如说今天姓名产生出来 动物 然后呢 wait一定有 不是0公斤 今天假设你一旦诞生出来 一定会有几克吧 对吧 所以这里是初始化的概念 所以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们把这个 说出就不要了 我不要看到什么 I'm animal 然后我这个 又是Robert 不需要 我要这个了 但是我希望把初始化 可以放在这里来 文明4 好吧 文明4 所以目前没有名字 文明4 然后呢 这个wait 你就约定一下 就是0.1公斤的概念 比如说 在产生这个 不叫空的建构式的时候 来自于负责别的时候呢 把这个地方初始化一下 他都可以知道说 这个也可以改了 怎么改呢 呼叫本地的类似 不要忘记了 保持呢 我的这一个 不管哪个建构式的版本 一定会跑到 这一个空的建构式 做这个初始化动作 如果你有空建构式的话 请你 记得要这样做 没有就不要了 但有的话 今天要约定好 就是无论如何 每一个多载的建构式 记得要去 第一样就写类似 确保每一个变数 都有初始化成功 这是一个设计的 很大的理念 在好 那对众同学知道说 那就好玩了 就好玩了 再弄第二次 你也发现 你的这一个 这个所谓的兔子呢 就没有 爱人的某常志了 他有自己的 I'm Rabbit 这个特征的写法 第二个 他所谓的这一个 所谓的姓名 就再也不是一个 怒了 他也不是0.0了 一出生 一定有体重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发现你的Rubbit 都不用改 他之后会呼叫Super 所以你写不写 都无所谓 他一定会呼叫 他去做初始化动作 之后你再做 这个路 在做这个info的时候呢 这个就会改变了 再不是空的 跟0.0 好看 移动一下 有没有 无名是 体重0.1 有些像是刚诞生出来 我也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好吧 就是无名是 然后呢 体重一定有所谓的 功课数 他不可能是0.0000 那么多 他一定是至少 有一个功课数在 或公斤数在 所以这样的企业法会 优于呢 刚刚那个做法 就把这个空的建构式呢 赋予他该做的任务 然后我知道说 我的这个版本 一定会呼叫 他的空间构式 因为呢 不管如何 你要选择好 你要呼叫谁 这是一定的 一定要去找到他的 这所谓附类别 继承后的条件 最基础的要求 同学可以了解吗 可以吗 可以哦 那我们就去往下一点了 好 其实后面同学会越来越清楚了 可能或许现在可能 半知半解 好像感觉还蛮有趣的 好像好像有他意义在 但是感觉好像 怎么有那么多规则 没有错 因为 物件导向啊 就是一个 类别设计的过程了 你设计的越完善 越完整的话 那后面再做实体化 你发现它就是很 一个模式刻出来的概念 就是越来越精准 那类别是你型点不好的话呢 你发现 比如说像这样 你这个 在这个animal呢 你又没写这个list 然后你发现 为什么有些是有名字 有些没名字 有什么怒 又0.0 没错 为什么 因为你建构是可能很多很多个 假设了 要多一个 按来一个这个所谓的身高 假设 你发现了 你一定没有呼叫list 所以假设你 没有呼叫list的话呢 有可能 带出来的处置就不一样 像处置很简单 但请你进入这个理念 就是我们的多载建构室呢 假设你有宣告空的建构室 一般来说 空建构室初始化用 不准化你的属性的值 因为属性的值 初始化有些是不要 像lan 是你不要的 请你把它约定好 设定好一个初始的参数 这时候在多载的这个建构室 你可以去把它做提供呼叫 确保说每一个参数值都正确 确保 虽然现在参数就有两个 那后续会很多个 所以确保这个概念才会正确 这是我们也要去做它 走完之后呢 你在这边 我希望说每次产生 这一个条件的时候 在论这边 他可能刚出生 每次出生你就叫我想他的名字 我觉得很累 我不能之后再想嘛 出生已经很忙了 我可能要照顾他什么之类的 OK 来个空的 很好啊 因为我就希望说 他刚出生而已嘛 等到满周满一周之后 再取名字 也不迟嘛 对不对 所以来个空的建构室 基于这个原理 如果你Roberts 没有这个空建构室 就不行了 你还是要乖乖的怎么样呢 给他名字 给他体重 OK 因为我们刚刚对出生的要求 基于这个原理呢 请你就把这个Roberts 产生空建构室 那这样空建构室呢 你这个所谓的 技术来自于Animal 它一定会自动呼叫 空建构室的版本 所以回到Animal 请你把他写出来 因为一样的道理 你有自己的多载建构室 会自动覆盖 它不见 不见之后 你发现这样子又错了 就报错了 为什么 苏博在哪里 打不到啊 你这个原始的Animal 根本没有所谓的空建构室 所以为什么回到Animal 你要去把它给宣告出来 一样的道理 从此请你把必要的 这个初始化动作写在这里 完成这个所谓的 初始化的条件要求 这样就顺理成章了 每一个都他该做的事情 他就不会出现存在问题了 好 那就可以以这个版本呢 去做这个论论宣告 你这个就过了 所以你有这个 所谓的无禁构室的版本 有所谓呼叫 这个多参数的版本呢 达到这个所谓 参数共用的目的 这是我们的设计的 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 那我们去往下看一下 好 那同意记得 自动呼叫 附类别的空间构室 所以你要去把它写出来 你这里没有写 没有关系 一定要把这个空间构室 写出来 确保说原来 你需要一个空间构室 不然一旦多载之后 它就不见了 它就不见了 好 计程后的建构是重点 第一个 你可以进行多载跟负载 多载负载其实差别一点点 最重要就是呢 同个方法名称 但参数不同 就是你的名称长一模一样 但是你参数也一模一样 所以不一样叫多载 像我们在做那个所谓的 还记得那个 我们在写很多韩式的时候 同个名称取了圆的面积 取了三角形的面积 这都是多载 多载一下 又在那个 韩式那一张 韩式应该在第七张 第九张 对 就这个 这是多载 同个韩式名称 来注意不同的这个参数 的顺序或个数 这是多载的概念 多载 多载 但如果同一个韩式名称 又同个参数一模一样的话呢 叫做负载 负写过去的意思 负写是负写的意思 负载 这是有差别的 那在类比的设计里面 你也发现两个都用到 但建构式有很多时候是以负载来看 说回来看 你叫负载 就在罗北 你发现 建构式 没有参数 零 建构式两个参数 二 然后你的所谓的负类别 空了建构式 两个参数的版本 这就是负载的意思 负载 因为什么 你的这一个 应该说这一个比较想想 就是它的参数个数一样 叫做负载 负写它的意思 负写它的意思 虽然类别名称不较正确 因为是基层于它 所以名称不会一样 但是属于负载的概念 这就是以负载来看它 好我们就往下看 子类别 如果建构式没有指定 互交负类别的那个建构 一定一律会呼叫 无参数建构式的版本 所以你不用写不行 一定要呼叫它 假设你子类别建构式 没有指定好呼叫 哪一个负类别的建构式 它一律会呼叫 无参数建构式的版本 OK 也就换句话说呢 先假设 我把这个animal 这个所谓的robbit 是一个拿掉 我们讲一下 它呼叫谁 是呼叫 负类别的建构式一 还是不呼叫 会呼叫吗 呼叫负类别的 空建构式是一 然后呢 不呼叫是二 记得哦 呼叫是一 不如呼叫是二 我们的建构式 一定要呼叫 负类别的建构式 不管哪一个 一定会呼叫 一呢 是呼叫super 二呢 是呼叫原本这一个 三呢 是什么都呼叫 一还是二还是三 对 同学是一哦 别忘记了 在我们的建构式里面 只要是计程运来的 它一定会呼叫 所谓的负类别的建构式 那为什么刚刚写这个 因为你很明确跟他说 这个版本 我觉得满足 有参数的版本的要求 所以说参数传递出来 一定要给他吗 不一定啊 这是你在宣告 负类别的时候 你可以去改变他 不一定说 我一定要这样做 但无论如何呢 你一定要去呼叫 一个负类别的建构式 所以你不写的话 可以通过检查 为什么 因为你有super在 然后你的animal 有一个空的建构式 等待着这对呼叫 这一个 所以换句话说 回来这一个 对应的罗伯类别 是把这个都全部删掉 就这样注解掉 因为出现什么 小兔体重多少的了 会变成无名4 体重0.1了 因为大家统一呼叫 无参数的版本 所以很好看 往上跑 主要是兔子部分了 无名4 无名4 表示说呢 你没有去跟他说 呼叫哪个建构式 他统一会去找一下 你的负类别 有没有这个建构式 如果也没有的话呢 那就会报错 就回到一开始的状态 因为没有的话不行嘛 你要跟他说 我就叫呼叫 这个版本的 你要跟他讲 不然就会错 那既然你没有讲 表示说什么 原来你有空间构式 OK 我就让你过 反正这是我的 我的这个设计的要求 至少要呼叫一个 所以空间构式的话 你不写 他是会通过检查的 意思是 你这样写的话 等同没写 有写是一样道理 这样 会自动呼叫 空间构式 空间构式 所以可以把这个给删掉 不写 不写 他还是有呼叫 当然在设计理念 你会这样做吗 你竟然产生一个 所谓的 多载的版本 同个名称 但是呢 不同的参数 一定是有意义的 一定是要去满足 每个条件的要求 所以我呼叫的是 来自于负类别 这个多载的 所谓的name跟weight的版本 他自动会去 因为他会透过 你写的方式 去满足他的条件 所以这是你满足的 这里藏了一个super 别忘记了 一定会有一个 因为你没有写 这里不会产生一个 什么super 然后在一个super 你这里不会 只要你有写 就以你为主 就以你为主 没有写的话 会呼叫这个 那这会不会过 不一定 取决于说你的animo 有没有空间构式的版本 有 就可以 没有的话 请你要自己写一下 因为你的多载的建构式 会覆盖空间构式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 所以同学加深印象一下 那后面再做一些操作 你会越来越清楚 原来他这个观念是 就是你精神来看的话 你有 OK 我可以使用它 那有些对应的这个要求 规范就一定要有 就是空间构式的版本 他会自动去产生 去护照它 但是 假设你有多载的话 你要记得 要特别把这个 所谓空间构式写出来 才满足这个条件 好 那我们去往下看一下 希望同学可以更清楚一点 OK SURBER关键字 不管呼叫 这个所谓的 负类别的建构式 或呼叫负类别的 这个属性化 都透过SURBER来做 所以 这是我刚用到的 SURBER 接参数列表 比如说无参数就不用写了 真正的话 带参数的版本给他 只能在指类别 第一行的 建构式第一行 就是你不是在第二行的 跟历史一模一样 呼叫自己本身带历史 呼叫上一代的叫SURBER 都在第一行做掉 假设你用去建构室来看的话 只能放在第一行 他不能放在第二行 等同SURBER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SURBER用在什么地方 第二地方在之于 呼叫负类别的属性跟方法 这很特别 你说今天假设 你要去取用自己本身的 跟负类别的这些差别的话 你要透过SURBER来做 这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看 因为像讲这个 可能我可能不懂这个 我们看那个所谓的示范 我们先把一个中心做完 这个负载 在继承后 为了扩充原本负类的方法 可以将负类别的方法进行改写 这叫做override 叫做负载 不是overloading overloading是多载 override是负载 负载是负写过去的意思 方法名称跟参数 一定要一模一样 因为它不是多载 它是负载 所以名称跟个数 你有一个参数就一个 没有就没有 所以记得一定要一模一样 才是负载的概念 OK 那你当 假设你讯过名字一模一样的时候 它自动会隐藏负类别的该方法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你直接别的方法 跟它名字一样 它但会以直接别为主 记得 一旦负载成功之后 会以你本身直接别的方法为主 因为你负载是有原因的 你可能不肯 随便乱负载 你是要按照自己的特性 做特征的输出 会隐藏住负类别的方法 假设我负类别的方法 要去引用出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如果说点关键字 呼叫出负类别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实际状况 好不好 这样跟大家清楚一点 所以我这边来 假设呢 你说同学老师是做完 但是我觉得不太好 为什么不好 每个都是 I like eating I like running I like sleeping 那看久了 看看还不可以 看久了不可以 原本的一开始设计理论 还比较好 可以吃草吃肉 吃什么都可以 跑老去都可以 但是现在变成都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这是集成负类别 它给你的 你要不要用看你自己 你要用的话就长这样子 你不用它怎么办呢 很简单 产生自己属于自己的 同个名字 一模一样的 这方法 叫做 负载 所以不会到我们的兔子里边来 老师刚刚好像都消失了 我刚把他留下来 快把他消失了 这控制力回去一下 把这个拉出来 对下 这方倒流一下 好 这是我想要这样子 好 这是原本的 OK 开始继承了 重写 继承 继承 继承之后 属性都有了 不要写属性了 你这样写的话 会覆盖过去 不要这样做 因为原本的负类 就有那根这个位置 不需要这样写 要满足这一个 来自于负类的这个兼构式 OK 你可以不写 好 老师再问一个 不写是护叫谁呢 护叫负类别的 哪一个兼构式 不写的话 是一 空的 二 两个生存版 三 不护叫 没错 空白正确 我记得 不叫空白 那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 我写两个版本 就是要护叫 那个多参数的 改他的名字 跟性体重 不然他不会改 你这样做 等于是白写的 因为他不会护叫 那个有参数的版本 他护叫是空参数的版本 所以假设你要 以这个来看 我把它变成 什么性名 体重 他不会进来这里 所以等于是 写错地方了 这个不对 所以要记得 这样理念再说 你要改一下 改什么呢 我要护叫 有参数的版本 来自于super关键字 只能第一行 参数 你要给他 两个字两个 你不能给他三个 不行 还是一样 达到这个要求了 好 那你发现 老师要写的 it sleep run 跟这个info 这个是找不到 没有关系 老师把它删掉 为什么 第一个 我知道说 我继承之后的 这个结果 在负类别里面 所有的这个属性 跟这些方法 都被我一并继承下来 所以包含这个info 包含run 包含sleep 跟it 所以我在我的dropit 这类别呢 把它删掉 因为我不能取到 私有的这个 所谓的属性 这是我写的 这个理念 所以把它删掉 那其他不用删吗 对 我是故意不删 为什么 这叫做负载 下面这个是 这是负载 overriding override override 只是负载过去 把它领过去的意思 把它覆盖过去 变成说呢 在我的子类别 其实你以我的 这一个对应的 it sleep 跟run 为主 其实你不要再找到 那个负类别的 这些英文的 输出的部分 因为 我的自己的dropit 要有自己的 一个对应的方法 做特别的输出 好 这叫负载 这都是负载 负载 好 那么看一下 原本呢 这个兔子呢 假设里面写这三个对应的输出的时候 没有 是负载的话 你发现它也是属于这个对应英文的版本 假设里面写的话 你发现它就变成这个特有的这一个所谓的版本了 好看 Ruby老师忘写空间构式 我们试一下 所以在Ruby这边要学空间构式 因为要满足这一个 因为被覆盖过去了 这个不用写Zooper 写了 不写 不写的还是会过 因为它有这种户叫Zooper OK了 好 那录回来 然后这里 这里 OK 跑动一下 好 这狐狸呢 还是以自己的版本 狐狸没有去做负载的动作 所以它还是英文版 但是在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兔子呢 看一下 这两个人 两个兔子应该都是中文版了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兔子 它是中文版本了 就自己的输出部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透过继承的理念呢 去继有 去把它继有继承下来 但我希望呢 写出自己的特征 因为所谓继承就是 我希望保有这个所谓附带优良的东西 但是我属于自己本身的特性呢 要把它体检出来 比如说我兔子的特性 我顾虑特性 我特别写出来它 其实你透过负载的理念去做它 这就是负载的一个很好的用法 负载它 负载它 那你带负载成功之后 你叫同个名字的 在你的负类别同个名字的 这种被隐藏住了 被隐藏 它就不见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把它负载过去 会以你的为主 会以子类为主 子类为主 那如果说不对 负类别这个我也很喜欢 那子类别我也要 比如说两个我都要 我在IT这个类别里面 我想先跟他说 先看英文版的这个输出 I like it 在做什么 自己喜欢词炒 没问题 请你这样做 透过SUPER的关键字 取用到负类别的这种 负类的属性或方法 那同样属性都是私有的 所以不能取 但方法是公开的 还记得吗 公开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写 如果我需要 请你这样做 SUPER 点 IT 原本被隐藏的方法就出来了 因为他说OK 你想去呼叫 附类别的IT的方法 没问题 我先给你英文版的 再借我 你自己本身的特征做输出 达到什么 两个通吃的效果 这是可行的 而且常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今天假如在IT的时候 他应该出现中英版本 这里发现 在SLEEPER跟RUN 还是维持原本的 这个复写后的结果 还是把药举边来 好 感觉这里好像比较不适合看 好 再跑一次 好 你发现 Black eating 我喜欢吃草 感觉说呢 你在呼叫IT的 这一个对应的 对应的方法的时候 他先跑到哪去呢 先跑到你这个IT里面 发现原来 你先呼叫了这个复类别 的IT的方法 没问题 如你这个所做 输出 然后再输出自己本身的 这个所谓的 使类别你特征的输出效果 达到什么 两个共同的目的 大家们记得 SLEEPER是取用 复类别的意思 复类别的建构是 复类别的属性 或方法 因为我们属性取不到 因为它是石油的 走到那一个 对应的这个叫做 RUN跟WIT 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先假设 我把这个NAN WIT 偷偷改一下 这个呢 NAN 改这样 变成PIGG 对 所以回到这个ROBIT 再看看 透过SUPER 出现了 你就可以改它名字 比如说这个固扎 你发现在封装里面 他没有说哪个 是绝对最好的做法 但对我们来说 如果认为说有些东西 就不希望给这一个 所谓的后面继承之后 做乱改的话 其实你应该用的是 Probite标配 那这是强制的改它 所以东西特别注意到 透过SUPER 除了可以取出 公用的方法之外 还可以取出 可以取得到 对应的修设制的属性 Probite是不行的 Probite只有自己本身 Lake可以取得到 不行 但Pickage 后面介绍所谓Protected 这Public是最直接的 就是什么 全部公开嘛 不管它了 这些法是最不好 接下来是什么 Probite最好 私有 把一些必要主题 给私有化 那你想说 那有时候我的 这个自己的 纸类别都不行用吗 就很麻烦 我修改这个不好 那私有又找不到 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直接改用它 比如说纸类别 去使用到附类别的 可以安全的使用到它 可以的 然后介绍第三个修设制 叫做保护类 保护的修设制 就会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先记这一点 第一个 通过Supp的关键字 除了可以取用方法之外 连同属性都可以取 大家看修设的级别状况 才达到这个效果 先把这个删掉 因为我还是以私有为主 好 那回来这边来 Animal把它改回去 那这样就成型了 换句话说 你的Rubbit类别 既有自己的特征 又可以拥有 这个负类别的使用 这个Eater的方法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这样写 就达到这个输出的要求 那叫做负债 负债 负债 OK 好 同学大家可以理解吗 其实这个负债的用意 是很棒的 因为你会发现 如今假设 我都不能负债的话 你会发现 我全部都写 需要消化 这一定 都来自于 这个所谓的负类别的话 那其实就不太需要 特别大费周章的 宣告一个Animal了 你就直接 不要宣告Rubbit跟Fuzz 就直接通过Animal 直接产生尸体就好了 就因为有继承的概念 我可以先用它好了 写属性写好的 就约定好的 比如说你是个设计者 你设计一台车子 这车子是由我开始的 我要设定好它了 我最基础的理念 它有什么是个轮子 它有个车壳 这是我约定好的 而且是我发明的 请你follow我这一个发明的car 你要产生我的这个 所谓的其他的变种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你可以继承于我 比如说我授权给你的概念 我授权给你这一个 但是你不可以任意赶我的这个东西 也不能任意去做这个 所以我有两个进口室 一定要有什么四个轮子 一个车 可你不能不给我 不给我就不给你过 因为这是我设计图 你要按照我的设计图 才不会发生错 因为我发现后面要做什么 这什么driver啊 这个刹车 breaking啊 breaking啊 这之类的东西 要做 所以要记得 这是你设计的 所以风筒它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OK 好 回来Robbie 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记得 这是负载 负载 负载 好 同学请你写一下 同学请你记得这个 除建构式可以呼叫之外 你可以呼叫 负类别的这个对应的方法 然后你可以负载 同个名字 达到这个所谓的负写的目的 它就以你这个 所谓负写的这个输出逻辑 它会直接去覆盖 负类别 同一个名字的这个方法 eat 会覆盖这个animal的eat 那隐藏之后 它不是不见到 隐藏还是在的 你要使用它可以 透过super的关键字 把它点出来 因为你的 你的所谓的负类别的 这个eat是一个public 是公开的 所以只要你知道 有eat的方法 你都可以取得到 哪怕是自己的这个类别 只要知道都可以取用它 这是设计的一个概念 好 同学请你试试看 把这个写一下 写一下 脑super带一下 先把它记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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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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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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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誤是吧 他叫你選 你要選給他 你要跑哪個程度你要跟他講 那現在 你先選一個你要跑的 是一樣 這是什麼是輸出還是輸入啊 這個是輸出啊 那你到 對對到這裡 然後你找一下 讀取Critify這一個 這個設定的地方應該有一個 找一下你搜尋一下好了 應該叫做 我看一下是讀區嗎 讀區 你先找一下 我是看一下我的名字叫什麼 這叫改式就好了 我覺得你每次 你每次跑都跑到不同的這個 主代設定檔 所以他 試的是不同的地方 我知道了 我給你這就行了 等一下喔你找不到吧 找不到 你在聊天室看一下 把這一個 拖過去 聊天室 Enter這個 你把它摳一下 或搜尋一下 或搜尋一下 搜尋Name這個地方 有個Name 讀取Critify 你一定有 只是 在哪裡不知道而已 你找一下在哪裡 你要不要搜尋 Ctrl F Ctrl F 對 Ctrl F Ctrl F 可以搜尋嗎 不可以搜尋 先打 先打 然後 L A N 打那個字 讀取Critify 按 按旁邊的設定 同樣會跳過去 同學按那個 對 按那個 那個 主態那邊 要回到那個讀取 不不不 對對 右邊右邊右邊 右邊有個那個設定 那個齒輪 啊 對這裡 沒錯 所以說對了 加個Incoding就好了 對 對 Incoding 這裡 你Call老師的好不好 你自己打會錯喔 要自傳喔 你要Call老師的 對對對 改成950 回到剛剛程式碼在哪邊 你剛剛程式是哪一個呢 找他一下 好 就他 按F5 按F5 還是一樣 因為你有重新編碼過對不對 什麼就重新編碼 你剛剛不是Reopen Encoding 你還記得嗎 你上次不是做一個Reopen動作 Reopen 對 對 你Reopen之後它的格式應該被你改掉了 那所以現在 你要把它改回來 要怎麼改回來 我不知道改成什麼編碼格式 你怎麼做的 你剛剛怎麼做那個Reopen Encoding的部分 Reopen 你剛剛不是第一步在做一個所謂的改編碼的動作嗎 你還記得嗎 這個 對對對 你是怎麼按的 你有按嗎 我按這裡 沒有按這裡 你對方是沒錯 然後 但是他如果把它改成950 他每次都要這樣子改 然後 對 別這樣改 這樣不對 要回來 再去執行他就 再回到那個 這個Debug老師看一下 按那個Debug下面那個鈕 對 沒錯啊 這正確按那個RUN 左邊那個RUN 左邊對 點 這是什麼 好看 奇怪了 那邊編碼格式應該沒錯啊 這樣就對了 沒有錯啊 看一下喔 你再開個新檔案 不要這個 你開個新的檔案試試看 先確定一下你重置沒問題 隨便來一個對 呃 雷斯馬人9都行 來 用一個新的 OK 沒關係 那你就PSVM一下 讓他進入 PSVM 然後輸出中文看看 中文字喔 F5 直接RUN F5 我覺得你Catch可能要清一下 我看一下 你把Catch清掉再一次 F5 F5按下去 好 先不要動喔 F5 再來一次重來 F5不要動 F5 第二個按鈕 F5 對 然後有一個叫做Clean 這個對 按下去 然後Listar Delete 對 然後重新好動一下 他應該吃到舊的東西了 然後我看一下你的debug 對不對 到那個 那個debug模式 右邊那邊 他現在要我幹嘛 我看一下啊 project 要不要理他 Don't show again 就好 吃這個對 按著那個鈕 對 OK 那你舊的東西都沒有把它刪掉一下 就錯的地方沒有把它刪一刪 就把它整理一下 可以了 所以你那個啊 就是你的 我知道你的那個 主態設定是用到舊的啦 這樣可以了 你回到你程式碼 有到那個剛錯的 應該就過了 你的Catch沒有把它清掉 所以它是舊的設定 F5 這表示你的那個編碼有錯 所以你要嘛 就是重新把它取成 等一下老師 確定一下喔 你這個是幾次幾的啊 這是demo的 8的TV demo TV demo 對不對 好等老師一下 我確定一下我的編碼格是 就是 所以新的是OK的了 這變成你 你這一個舊的編碼格 可能是有問題的 我看一下 應該是什麼 我覺得右下角那個不太準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什麼呢 OK 變存了 UTF8 嗯 那你改看看 你把這一個 剛那個TV會錯的地方 我再看一下 哪個中文字有錯 哪個動作有錯啊 哪個中文字 第一行都錯了對不對 我看一下喔 你這Catch 你開機是什麼什麼E 第幾台音量嗎 第幾台音量這裡 你把那個 那個中文字重打一次 我看一下 這第一行這個中文字 對重改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停 你看右下角 變big file 對 改成UTF8 右下角 啊對 OK Reopen UTF8 第二個第二個 啊第二個對 好那沒辦法 這你要自己修正了 你改看看 欸再回來再回來 剛剛不是有亂碼嗎 才會變對了 我按控制力啊 不行啦 不行啊 又回去了呢 再確定一次 確定一次 再獲取編碼一次 確定一下 重新打開 VTA8 好 好好看嗎 看會不會就過了呢 可以了 好所以從現在開始啊 你就按F5就好 它會 它會執行那個正確的那個 主態設定 是是 OK了 好 那剛好同學如果有這問題 請你照做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好同學感謝你了 謝謝 可以幫同學們解惑一下 好 那我們來繼續 對 同學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問題了 剛好 今天老師這部分沒有講得很清楚 所以同學可以去 透過這樣方式設定它 其實一個就好了 不要每個都設定不同的這個主材設定 而且這個VSCode吧 為什麼它會一直吃不同的設定檔 執行的時候會這樣子 最後對我們來講呢 你只要找到一個就行了 找到這個正確的版本 就要認取 按這個 通常就這個鈕 對沒錯 一般來說呢 其他都不用理它 現在可能有些Debug 它會產生這個 對應的主材設定檔 針對某一個程式碼 但是我們要做是全部的程式碼 做請你帶這個 Encoding 其他都不用寫了 寫950 OK 成功之後你回來這邊的話 你第一次按這個鈕 它也會記住 以這個為主了 最後去你在跑動程式碼的時候 再按F5 那它測就是那個正確的主材設定 就不會跑版 那編碼就會出現 我通常再試試看 好 OK 那我們去往下 我們早上把這邊告個段落了 我們下午看一下多型的部分 其實同學那麼多 感覺好像有感覺 可是感覺好像又很累贅 沒有錯 因為目前還沒發揮到這個繼承 應該繼承有感覺 但還沒發揮它真的威力 威力會在多型 會看到多型的 會導到它的所謂的繼承後的結果的威力 所以下午的課程會比較 能夠去體現出 這個所謂物件導向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叫做多型的概念 我們現在都做所謂負載而已 好 那負載其實它基本上會多 這個關鍵的修飾字 我們沒有帶這個 叫overwriting的寫法 給各位看 其實後面會帶這個寫法 overwriting 歐大寫 這個 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寫得更加的 這一個所謂的格式化一點 會把每一個去負載的 帶一個修飾字 overwrite 或overloading都可以 overwrite 則是負載的意思 OK 每個人都可以修飾它 強調說它就是一個負載 它不是你產生一個輕的方法 負載來自於原本 負載也獨有的這一個對應的 同名稱 同參數各式度的這一個 所謂的方法 講Sleeper寫一個 比如說來一個這個Stream 發現了 報錯了 他說你這個是來自於負載的 你不可以自己產生一個新的 來自於負載 因為負載也沒這個方法 所以overwriting這個修飾字 是表示說你寫了這個之後 你的名字 跟你的參數的個數 要跟你的負載的一模一樣 它是一個修飾 然後檢查的概念 而且我只要講這個 會跟後面有關係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類別裡面 其實每一個類別 即使是有animal類別好了 它是extense 叫一個負類別object 所有的人都intense這個object 這個 所有的類別 都會繼承於這個object的負類別 就是屬於我們目前的Java裡面 最底層的類叫object 你不寫 它還是會繼承 所以你可以寫可不寫 那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呢 你會發現你的animal 假設 我回到這裡來 回到我們這個room這邊來 然後我用animal 產生這個所有的屍體 是可以的 沒有人說負類別不能產生屍體 一樣太是個類別的概念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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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點 你發現什麼 這個eat是我們寫的這個方法 有eco get class hcode modify noly for all 這些什麼 剛講這個 這些對應的產生的這個方法 不是你寫的 是目前當下你的這個類別 一旦產生實體的宣告之後 它自動會eat turn object 這是所有類別的負類別 你不要都不行 因為有這個類別的存在 它賦予你這麼多的方法 可以使用 因為它已經讓你寫好了 公開的 你可以直接取它 這不是 這個可以取它 OK 這是負類別 它提供給你的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所謂的 什麼eco get class 取得它對應的方法 做一些比較 做一些取得class名稱的動作都可以 好 我們看這個東西 touch 就因為每個類別 都會繼承於來自於這一個 這個所謂object 你的dropit也是一樣 因為一個繼承一個 animal 繼承於負類 表示你用這個所謂的 animal之外的這個特征之外 還有什麼object 這個類別的所謂的特征 跟屬性跟方法 所以對這邊 我要產生一個 override的一個所謂的 既有的負類別 來自於object的 一個方法 叫touch的方法 我要複解它 你輕輕打to 通常第一個就是了 這是屬於 要解 再一次 to 它是overwriting method 去複寫一個方法 來自於誰呢 再一次 我覺得它會出現那個更多的 對 拉大一點可以 只有寫 overwriting method in object 表示說這個方法是來自於 複類別 object提供給你的 你可以複寫它 你也可以使用它 我決定要複寫它 ok 描去 描去 它真的會帶overwriting 這個修飾式 表示說這個類別 不是你獨立產生出來的 所以這個方法不是你獨立產生 是來自於 氣成來自於複類 來自於object 這個類 裡面的這個 而對應的這個所謂的方法 那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OK我們看我做什麼事情 我先把它給刪掉 這個會中產 這個不要理它 那裡特一個什麼 super.2train 來回傳了一個來自於super 這個複類別的2train的方法 還是一個傳一個的概念 好那是幹什麼呢 這是這個意思 我來個almo 再一次 路這邊 來自於almo almo 的newalmo 呼叫看一下這個sort almo 好大家寫過很多次 非常有知 這個almo 一定回傳屍體的這個集體位置 所以f 浪一下 看一下對不對 Lesson9 然後almo 來自於package almo 這個物件的屍體 來自於集體位置 24 24 24 6 726 那我怎麼會運出這個值呢 就是因為呢 它會呼叫什麼 true tune 它其實是一下是 呼叫true tune 這個方法 去把這個帶出來的 我們看是不是這樣子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呼叫almo 這個所謂的物件屍體的時候呢 它是呼叫true tune這個方法 把它裡面最近給你 那它會什麼 supertrue 它一層包一層 那沒有關係 對我來講我想改變它一下 改變什麼呢 我不想再看到機體位置 能不能呢 直接給我什麼 直接呼叫這個almo的時候呢 直接給我它的姓名 跟它的體重 我想改變它這個overriding的 這個對應的方法 因為同學知道overriding呢 是可以去複寫 來自於複類別的這個方法 所以我回到這個almo 我要複寫它了 我不想要這個 我改去哪裡了 我的override呢 所以我還是改到Ruby去的是吧 OK 那我們是要Ruby好了 再改一下 來去 那我改到這個方式 我是改到這個 按摩好了 我們就直接按摩 一樣去複寫這一個 最硬的這個 你可以先打to stream 我要複寫它 我不要再看到機體位置 因為這樣就是return 機體位置的意思 我要return什麼呢 它自己本身的姓名 跟它的這個位置 OK 我可以這樣寫 return 記得sync format嗎 format 好了 我要跟它說的 我要這個姓名 就像是取代這個寫法 那很好 對這個寫法 感覺好 好扣下來 你就不需要info這個方法了 要複寫它 所以體重 好 帶出這個name 跟上面一模一樣 取體 這只把它刪掉了 兩個旅程是沒有意義的 後面旅程不會跑動 所以要是把它刪掉 我複寫了這一個複類別 來自objetto stream的方法 去回傳說 每一個子類別 回傳它每個子類別的體重 跟姓名 做回傳動作 那回來這一個所謂的這個root 原本會回傳呢 這個animal 去運出這個機體的位置呢 因為你有複寫 複類的object to stream的方法之後呢 它就按照你要的結果輸出 我看一下是不是輸出 這個姓名跟體重 好這對了 那換句話說呢 因為你每一個 這個fast跟這個rabbit 是來自於繼承animal的 就換句話說 假設你輸出每一個 這個對應的 這個複類的這個to stream的話呢 會輸出這個對應的override的方法 所以回到這邊來 然後呢 我們這裡呢 就直接輸出一下這兩個值 一個來自於robet 一個來自於fast 原本都會輸出呢 對應的這個機體位置 像不是的 就是它的體重 跟它的這個所謂的姓名 等一下 欸 都可以理解嗎 這是複寫的概念 我覺得ok嗎 這個概念 下午會繼續講 所以大家先記一下 好不好 因為剛好我記得 好重新開機 好 我們先聽下課時間了 我們下午再講 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是講完 ok 好 那我們就準備呢 先準備這個前退 然後下午從這裡開始 沒問題的 多久我們下午繼續 那我們開始前退吧